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日,燕渡媒体报道称,林建边境的地方中方,正在修建三个大型机场,若是机场为之民两用行, 那么一旦建成将对燕渡产生极大的威胁,燕渡媒体所报道的三座大型机场,分别是湛南龙子机场,日卡泽地瑞机场,阿里普兰机场等三个支线机场, 中国民航局和西藏共同确定,预计将在2021年投入使用,此举的主要目的,是加强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联系, 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地打下一个关键的节点,同时战时也可以保障军队的后勤,有效地维护边境安全, 对于这种无论是制用机场还是民用机场,中国在自己境内修建机场,靠边境地区, 那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众所周知,三座机场都在我国境内,我方在自己的领土上,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,外国都是无权智慧的,那么引渡媒体为何会认为,这将产生极大威胁, 甚至建言令官方阻止机场的建设呢? 首先,印度害怕中国在西部边境部署战机,会削弱目前在中印边境这一线印度的优势, 由于高原条件的限制,特别是航空发动机在高原地区服役, 寿命会大打折扣,所以一直以来,中国在青藏高原驻守的空军部队数量有限,维护保障能力有限, 此次,中国在西南边境修建大型机场,其主要目的也是加强高原地区的综合保障能力, 军机数量会大幅增加,客观上会逆转中印双方的力量对比。 其次,中国和印度在工业生产能,力上相差巨大,即便印度同样在中印边境修建机场, 其生产速度和质量上会明显落后于中国。 换言之,中国会在很短时间内,电设,和投入一个新的机场,而印度却做不到。 总之,印度的心态是羡慕极度恨,自己无态大能力还眼红,所以对于印度来讲, 老老实实的发展经济,改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,早扶更多民众才是正途, 那些白日梦不该做就不要做得好。 中文铁王 然后往下